你可能经常会在健身房看见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每次来都带了很多装备 而且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至少半个小时 当他们起身做动作的时候 非常的小心翼翼 仿佛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心的测量 那么你不用怀疑 他们肯定是诸多健身门派中的力量举派 所以今天这一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项现在非常流行的运动到底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你应该开始学习力量举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开头了给大家开个玩笑 其实咱们健身呢不分任何的文派 只是形式上的不一样 力量举呢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 已经算是非常流行的一项运动了 无论是在健身房里还是在健身展会上 总有一个规模很可观的板块 是提供给咱们力量举爱好者的 顺便提一句前两年是crossfit 最早这项运动起源于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古希腊时期以及咱们中国古代时期 当时的人们只是试图希望举起巨型的石头 来证明自己的力量 那现在的力量举呢 则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尽管它们的起源都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要区别一下举重和力量举的区别 举重呢指的是咱们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运动员比的停举和抓举 而力量举的项目呢 则是大家基本上在每个健身房都能看到的深蹲 硬拉和我推 这是我去年增肌期时候推的一个重量 感觉现在已经推不起来了 那肯定有些小伙伴会有疑问说 你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的任务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当下比较流行或者比较酷的健身方式 从而激励你去尝试或者有动力去健身 而力量举呢就是这么一项既简单粗暴 但是又非常讲究细节的运动 如果要解释什么是力量举的话 非常简单就是把杠铃从点A移动到点B 听起来似乎很容易 但是为了不断举起更大的重量 你就需要从起杠到站位到呼吸 到最后举起来的一刻 甚至自己的精神世界都需要调整到你的最佳状态 整个过程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来打磨 当你通过不懈的努力突破了你个人记录的那个瞬间 这才是这项运动真正的美丽 那么假如你是新手该如何开始这项运动呢 首先你需要系统的学习一下如何规范的做好 深蹲 卧推 硬拉这三个动作 因为如果要详细讲解这三个动作的话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至少一期视频的时间来讲解清楚 所以在这里面我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会把我认为比较好的讲解视频链接放在下面 同时咱们B站还有YouTube都有很多力量级的up主 大家有机会可以照着他们的视频学习一下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找一个靠谱的私人教练 在线下指导一下你的技术动作 这样不仅会学习的比较快 同时还会大大降低受伤的风险 哇 肩好热 那么假设咱们已经了解这三个动作该怎么做 作为新手来说 该如何制定自己力量级的训练计划呢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专业力量级的选手 所以今天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 Deadliftpanda来讲一讲他的建议 Let's go 我建议就是每个礼拜差不多练三到四次 每次练三组 每组五次 我推每一次都可以练 因为你上升恢复比较快些 不过你的下身 硬拉和深蹲分开 举个例子 礼拜一硬拉和我推 礼拜三就是隔一天 我喜欢做深蹲我推 礼拜五再做硬拉然后我推 不过这次硬拉 我喜欢就是做传宠的 礼拜六或者礼拜天 做深蹲然后我推 不过这一天更轻一点 五组每组差不多五到八次 当大家学习好了技术工作之后 有了这套计划就可以开始你的训练了 这里呢我把他刚才所说的训练计划 总结了一下 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进行截图 诶我刚才好像忘了点什么 哦对他叫任杨苏 Instagram呢是Deadliftpanda 可能关注我比较久的小伙伴会认识他 早在17年初的时候 我就有和他拍过视频 之后还去看了他的现场比赛 给我的感觉是每次见他 他又变强了 其实呢他的本职工作 是一位研究人类基因的博士后 在闲暇的时候呢 爱好力量举 所以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参加了一些力量举比赛 一不小心打破了全美83公斤级的硬拉纪录 就是他17年当时打破硬拉纪录的那一步 当时我记得是340公斤 现在我举着差不多380公斤 所以呢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大神 当然这次我也不会放过向他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问了他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那就是作为一个练了有一定年头的健身爱好者 该如何提高自己的三大象水平呢 下面是他的答案 你最重要的要练的就是你弱点 做多推的话 在chess最底线是弱的话 就像暂停这3到5秒钟 然后再推起来 你要是像弱点是最后一部分的话 多做一项筷 要不然就是做spotopress 在胸腹上面暂停 然后往上推 弱点在哪就要做哪一个 所以现在呢我们到了传统的深蹲环节 我感觉到最底下到这个位置很难抬上来 那该怎么加强呢 也是跟这个窩筷一样得练你的爆发力 起不来的话上身会往前品 或者就是你的臀部不够强 你做做一些事暂停了 先蹲下来以后暂停上差不多3秒钟 保持一线都是很紧 然后再爆发出来的 这样就会练你的爆发力 如果是我起来比较弱的话 起来要是比较弱的话 会见每个人做叫temple squat 3秒钟往下慢慢下 然后暂停上1秒钟 然后往上3秒钟 这个就会教你保持一线 这个就是非常紧 另外你可以做的就是temple squat 碰着那个杆 然后在那停一下 然后从杆上往上推 你就可以把这个最高的50%增强了 好 硬拉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从地往上 Break the floor 这是大部分最难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最喜欢让人做的就是一开始拉 不管是船头或者是香腹 上升在差不多一寸就停在那 暂停在差不多一个秒钟 然后再往上爆发出来 香腹的也是一样 一寸起来暂停 然后爆发出来 是最好练下面这50%的弱点 你要是硬拉最上面50%弱的话 就是从这更高的一个部分开始 接着做最后那个50%这个局 从这开始 完 我以前一直以为提高深蹲引拉我推的方法就是多做 原来更好的方法是针对你的弱点进行强化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困扰的话 把它上面说的那些动作融入到你平时的训练当中 每次做三组 每次做五次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 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视频最后我还想说其实我个人呢 也曾追求过一段时间的力量 但是因为当时我个人更偏向于形体还有间体比赛 所以就没有深入的研究过 但是呢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运动 如果你还在观望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 也许你就会喜欢上这个不断突破自己的感觉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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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 Winners when I make a loser so I'm up to when they say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so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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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